农历新年到来 许多民众都会应景放鞭炮 不过由于台东前年发生了 严重炮竹意外 把一名少年整支右手掌 给炸断分离 因此台东县消防局 特地在春节前夕 到各社区宣导防范炮竹意外 未满12岁 应该要有父母来做陪同 那12岁以下的儿童 是不能释放飞行类 升空类及衰炮类的 三种炮竹烟火 警方表示 未满12岁儿童 释放炮竹烟火 若没有父母陪同 最高可以处一万五千元 另外消防局提醒民众 购买合格烟火炮竹 上头除了应有内政部 合格标志 也筑记使用方法 民众应在空旷地区释放 且不可以对人建筑物 或易燃物释放 尤其信号弹属管制物品 未经许可使用 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总办 带小朋友我们会先特别注意 别让汉事再发生 原事新闻 ZunZun 台灯观山悲难 采访报道